北加州一戶居民 將自家門前的草坪 改為磚頭地面 不過卻遭到了市府警告 如果不在限期內 拆除石頭地面 將會每天罰款2500美元 北加聖河西市 這戶人家的屋主表示 他是為了省水 將前院草坪剷除 改鋪了磚頭 這項工程花費5000多美元 但是卻遭到了市府的反對 根據聖河西市一項 1999年設立的法律 禁止民眾將人行到 25英尺以內的前院地表 鋪設水泥 市府警告這位屋主 如果他在下個月前 不將地表鋪設改回原樣 就每天罰款2500美元 市府表示 如果他們讓這戶人家的 前院鋪設了磚頭 就會破壞法律 難以規範其他的居民